行权交收 行权就是期权的权利方 按照期权合约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来行使权利 如果你是认购期权的买方 你可以按行权价买入股票 如果你是认估期权的买方 你可以按行权价卖出股票 当然,要是对行权价不满意 那就大方地放弃 这就是权利方的魅力 小伙伴们肯定马上要问 那期权的卖方呢 当初既然收了权利金 自然要在买方行权时履行义务 要是不从 那就准备交罚金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行权的流程 第一步 买方要判断是否行权 并在行权日 也就是期权合约到期日的下午三点半之前 提交行权申报 卖方则在当天晚上 就能知道被指派的结果 假设你买了认购期权 约定的行权价是每股10元 而到期日股价是15元 行权当然核算 但如果到期日股价才5块钱 你肯定不愿意 以每股10块的价格买进 就只能放弃行权 第二步 做好行权准备 基本上而言就是买卖双方 要做好一手交钱 一手交券的准备 对于认购期权 买方得在行权日准备好钱 卖方根据被指派的结果 在下一个交易日 交收日准备好券 认购期权则正好相反 买方要在行权日准备券 卖方根据被指派的结果 在下一交易日交收日准备钱 第三步 在行权日的下一交易日 一个叫做中国结算的单位 要进行钱券交割 行权中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 忘记行权怎么办 不少投资者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一般来说 证券公司会提供自动行权服务 帮助投资者对符合条件的期权 进行自动行权 二 行权一定能拿到标的证券吗 提出行权后 并不是每一个被指派到的人 都那么守规矩 也可能会出现违约情况 买方也就拿不到券了 因此 被指派义务方 因恪守信用履约 违约者除了交罚金之外 可能还会被经济机构 列为不受欢迎客户 或受到交易所相关处罚 情况严重的 还会受到市场进入等处罚措施 三 完成行权交收后 能马上卖掉这些股票吗 好问题 可是从时间上来说 这恐怕不能实现 时间表是这样的 T日申报行权 T加1日交收 T加2日才能卖出 也就是说完成行权交收后的 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 为了尽量避免跨周末 可能带来的股价波动风险 上交所将行权日定在 到期月份的第四个星期三 这样投资者最快在周五 就可以卖出行权得来的股票了 四 实质期权行权一定赚钱吗 答案是不一定 刚才讲过T日行权 T加2日才能卖出 万一这期间要是股价跌了 所以啊 你得提前琢磨琢磨 要是估摸着T加2日 价格能高于行权价和手续费 那就应该行权 要是估摸着不靠谱 你也可以不行权 更多内容敬请浏览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教育网站 股票期权 投教专区